中環轉入華夏高峽,也就是普通機場方向 現在過完春節的,有很多的人已經返回上海了 所以出去的危險性蠻大的 如果有出行的話,能夠有自己的私人空間這樣的交通工具的話是最好的 這樣的話就不會受到一個外界的感染,這樣確保自己的安全 因為公共交通的話,系數還是很大的 橄欖系數 現在各個國家都停止了,去往路徑的那種航班取消了 這樣的話,即使你想出去的話就越來越難 如果能出去的話,那盡早出去吧 當然在你沒有被染上肺病的情況下 不然的話,你到了其他國家被查到的話 你也得住院或者觀察 當然在國外的醫療各方面都比國內要強很多 這肯定是的 看你能出去嗎 你們現在看到去機場方向的車還是有的啊 我從後視鏡看的話也還有蠻多的車的 沒問題 我们通过那个上海发布的一个疫情的一个分布情况感 红桥机场级红桥火车站那一块 属于一个重灾区显示一个红色的一个表格 这说明那边还是蛮厉害的 我们在当了葡萄机场是一个国际航班 它的返乡的话并不是很多 就是说应该相对来说是还算是安全 很奇怪 我看我的osmo parking的显示器是一闪一闪的 不知道出来的片子会不会是这样 我先拍的吧 限速80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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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最近就昨天吧 然后一个媒体里面说双黄莲能够抑制这个费笔 结果双黄莲像黄金一样的之前 大家都在抢购 而且买不到 这个能说明什么呢 说明这个恐慌啊还是恐慌 恐慌的这个情绪还是在蔓延 然后因为这个就发生了一个中西 中西的一个大展啊 中中一还是好啊 西好啊 挺有意思的 所以在蔚蓝就是能够看到很多很多有意思的事情 所以才能够看起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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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这几天天气不错 然后看到那个网上的话 武汉的天气也不错 希望这个温度能尽快的升高 温度升高的话 可能会对这个病菌 会有一个抑制作用 因为SARS就是经过那个天气的暖和以后 它慢慢慢慢就没有了 所以SARS实质上SARS是没有被治好 或者怎么样 它只是随着这个温度的一个升高 慢慢的抑制作用 网上也有一些分析说这次的病毒和SARS很相似 就是说它有一些变异 成为另外一种病毒的一个形式 这个轮船轮还是挺可怕的 SARS好像还好一点 昨天看了一个那个返乡的一个反攻啊 反攻的一个图片 地铁上海地铁十号线 上面都是戴着口罩 提着大包小包的一些反攻的一些什么 这个和我前几天拍摄的地铁 看到的那个形成一个鲜明的一个反差 我坐地铁的话 我以为我们说有一趟我就四个人一趟的地铁 当然有人说这是 过年本来就很少 那也是 但是你作为地铁的话 它也是一个室内的一个交通啊 你拜年啊 或什么样的 如果是正常情况 叫拜年的人 或怎么样去玩的人 肯定还是会做的 对吧 那张照片看的还是蛮可怕的 人太多了 而且距离那么近 这种交叉感染都很难说的 因为都是从外面进来的 对吧 你本上海的话可能到还好 但是一旦进来就说 所以说一些城市它为什么要封呢 它没办法 不然的话 它不知道谁是有这种病原体 就被带进去了 你带进去的话 对整个城市是一个很大的压力 对吧 对医疗啊 对整个的治安啊 对各方面都会有一定的安全 安全的一个不确定 对整个压力 对整个压力 很多车去往普通地上 接人呢 送人呢 能出去吗 好像不能出去吧 很多国家都不给说 接人呢 27号1月27号上海是停职所有的出禁邮的团队 就是你即使办理了 那么就给你退款 那么如果像今天来接送的话 一个一周的时间 一周时间来接也是正常的 这么多车 出去的可能性 有可能不是特别大 前几天 我是走街拍一些 现场的一些街道的一些记录 那我这几天倒是 有点不敢出去了 比较害怕 这个害怕来自于 就是这个反攻的这个人流 我有点害怕 所以 昨天是做了一天的片子 今天也没出去 现在是开着车去古东机场 相对安全一点 如果搭乘公共交通的话 这个危险系数还是蛮大的 没出事是蛮大的 跟我们在这边 我还能一知道 我想把这或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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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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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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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